她是假的,这不用你提醒。 没错,哪怕我妈是幻觉,我也不想让她伤心。 浑身被锁链捆住的李火旺轻筋抱起地怒吼着。 下一刻,她又萎靡了下来,痛苦再次盖住她的脸, 她跪在地上,扬起脑袋不断地对着地上磕着。 用脑袋砸出来的坑一个比一个大。 终于李火旺消停了下来,她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, 让自己稳定下来。 妈,你能出去下吗? 嗯,放心,我会跟王医生好好聊聊的,没事,我被捆住呢。 捆得牢牢的,伤不到她,就在这时,馒头从人群中钻了出来, 叼着嘴里的东西就准备向着李火旺身边靠去, 但是却被高智间连忙抱住了。 别别,别去。 你到底想怎么样? 我告诉你,你再敢利用他们,我跟你没完。 你要负责什么?拿你的钱不就行了? 你随便糊弄一番,就跟我妈说一句无能为力很难吗? 我说了,我的事情,你这种人帮不上忙。 好,那我说错了,我重说,你这种幻觉根本帮不上忙。 是什么? 我不是,这边就是假的,全是假的。 李火旺一扭头,直接把自己的脑袋拱进草皮下面,把自己整个脑袋都埋了起来。 过来一阵子,哄,的一声,李火旺的脑袋草皮拱飞,表情猙獰地对着空气中疯狂地喊道, 你以为你很牛,只会站在那里耍耍嘴皮子。 还在那说理解我,你理解了什么狗屁? 你知道我过去经历了什么吗? 你怎么可能感同身受? 把两边都当成真的,你说得好听,有本事你放到我的处境来试试。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边在吃巧克力球,而另外一边是在被别人喂铁钉子? 我不在乎我自己,让我吞钉子也无所谓,可是我李火旺有在乎的人,我怕呀。 我怕哪一天,我在一边拿筷子夹菜,另外一边却是把筷子插进白零秒的眼睛里。 我不会放弃的,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解决掉你们这些幻觉的。 我不会一直痛苦下去的,我总有一天也能变得跟正常人一样。 忽然,李火旺仿佛看到了什么,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,呼吸变得越发的急促,双瞳颤动。 李火旺猛地再次转身,捆住的身体如同驱斑向土里钻去,沾满泥土的脑袋拼了命地不断摇头。 不,李火旺你已经上过两次当了,你不能再上当了,那肯定是假的。 你绝对不能再陷入迷茫了,那边还在逃命呢,你要是再陷了进去,他们该怎么办? 在其他人的注视下,李火旺在绿色的草地上不断地滚着,把本应该整齐的草片拱得面目全非。 一个时辰后,李火旺停了下来,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,除了起伏的胸膛跟一具尸体没什么区别。 我好了,解开吧。 李火旺那沙哑的声音中充斥着深深的疲惫。 就在其他人要一拥而上的时候,白领秒拦住了他们。 你们别去,我一个人去就行了,李师兄现在不想看到别人。 等到人群逐渐散去,白领秒不顾浑身泥土的李火旺,蹲下来轻轻地解开锁链,把他的脑袋抱在怀里,用手指不断地轻柔着他的太阳穴。 李火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再尽可能地肺里的浊气全部吐出来,无神地看着天空喃喃自语说道, 苗苗,他们逼迫得好紧,我真的撑得好累啊。 白领秒心疼得都要落泪了,可是这种时期他根本帮不上什么忙,他只能抱着李火旺的脑袋,用手一遍一遍地按着。 李火旺抬头看着他,看着白领秒那张精致的面孔,神情有些犹豫,看了还一会后再次轻声说道, 苗苗,以后你对我差点,太好了的话感觉太虚幻了,我怕这边是幻觉。 白领秒的泪水最终还是流了下来,他匍匐在李火旺的胸口哽咽起来。 李火旺举起右手,放在自己的面前,左手拿匕首奋力一割,一根小拇指被直接割了下来。 他闭上眼睛,安静地感受着这份痛苦,眉宇间的那丝犹豫渐渐消散了。 笑话,这种剧烈的疼痛感,怎么是假的呢? 呜呜,馒头嘴里叼着什么东西,小心翼翼地围绕着李火旺绕着圈。 咄咄,李火旺拿起那根段纸向着馒头脚下扔去。 哇,馒头吐掉嘴里的那团好似黑色蛇皮样的东西,用前脚踩住手指的一边,兴奋地用一侧牙齿细细地咀嚼起来。 李火旺把还在流血的右手放进自己的嘴里吸了吸,紧接着拍了拍白领秒的背说道, 没事了,别哭了,起来吧,你看别人都在偷偷看着咱们呢。 等白领秒双眼通红地从李火旺胸口爬起来,他从面前少女手腕触解下丝带轻轻缠在对方的眼睛上。 白天,日头大,记得一定要记起来,要不然伤眼睛。 拉着看不到东西的白领秒,李火旺转身自己的马车那边走去。 经历了李火旺这么一趟子势,整个帐篷村里的青秋人看李火旺的神情都有点怪。 李火旺也不在意,反正也要走了,估计以后也不会见面了,他们怎么看自己,背后议论什么都无所谓。 保路,后会有期了,我们走了,要是方便的话,记得写信。 李火旺站在牛车边上,对着搂着那青秋少女的孙宝露说道。 孙宝露显得有些无奈,李师兄,我不认识字。 李火旺哑然,那行吧,就这么着了,你多保重。 说罢他带着剩下的其他人离开了这帐篷群。 至于孙宝露衣服下面有什么,李火旺也懒得问了,他不是那么八卦的人。 狗娃,高之间他们用力跟孙宝露相拥,不少人眼睛都有些红了,毕竟是生死相依的师兄弟,说不定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,说一点都不在意是不可能的。 馒头作为一条狗,很显然不了解这么情感,他依然叼着那东西围绕着李火旺打转。 当馒头的尾巴第五次在自己小腿边擦过的时候,李火旺轻叹了一口气,低头看着馒头。 给我把嘴里的东西吐了,你要再乱雕东西来,信不信我把你炖了。 馒头把嘴里的那团东西吐在李火旺的面前,蹲坐在那里摇着尾巴看着李火旺。 这什么呀,这是,退下来的蛇皮吗?青秋有长这么大的蛇。 狗娃用刀把馒头叼过来的东西给勾到半空中。 下一刻,一道黑影从旁边窜出,把所有人吓了一跳。 那是李火旺,刚刚还一脸不在意的李火旺此时双手颤抖捧着那东西,表情看起来非常的激动。 这是,黑太岁。 所以,黑太岁。 黑太岁。 如果就在读,黑太天方,这种可能性。 黑太岁。